又跌超10%,京东股价连日重挫市值蒸发近70亿美元,传出刘强东案可能令京东面临集体诉讼的消息,后京东股价再度大跌9月5日本周三稍早。 美国三家律所Rosen, Shaw和Pomerance各自宣布调查京东失实披露刘强东案情,并邀请受损失的股民参与调查,和可能的集体诉讼, Shaw表示,损失超过10万美元的投资者可参与调查,和集体诉讼。 周三美股盘前,京东美国存脱平证,ADR跌超6%当日,低开6%后跌幅扩大,截至最近一次更新,跌至26.40美元日内跌幅超过10%,创续年1月10日以来盘中心低,股价交投在刘强东,2015年10月婚后的首个交易日附近本周二,京东收跌约6%收于30美元下方收创, 将近一年半以来新低,最近两个交易日,京东美股跌幅超过15%这意味着,京东市值两天蒸发于69亿美元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刘强东涉案京东股价跌跌步,休8月31日上周五,因涉嫌性丑闻, 刘强东被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带走调查,次日下午或是当地警方发言人称案件在调查的初期,刘强东案无疑给原本走势,疲弱,但京东股价雪上加霜, 本周一是美国劳动节假期,美股休市周二京东开盘急跌截至周二收盘,今年以来京东股价已累跌,超过30%此前对于刘强东一案, 京东方面9月2日回应,趁刘强东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遭遇到了失实指控, 未发现不当行为,将针对不实报道,或造谣行为,贬取必要的法律行动,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9月3日京东官方向全天候科技,表示,刘强东8月31日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带走调查不久后即被释放, 在此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也没有被要求缴纳任何保释金, 目前他已经回到中国正常,开展工作9月4日,刘强东从美国回国后现身京东总部出席了京东与如意集团的战略签约活动 从市场表现看,刘强东是暗示京东股价大跌的直接推手第一财经最近报道,指出成立20年来, 京东始终有着太过鲜明的刘强东个人标先,最直接的原因是,虽然经过多次融资稀释股权腾讯,如今是京东的大股东, 但牢牢攥着京东进八成投票权的刘强东,一直把持着京东这艘巨轮的方向盘Q2利润, 大幅下滑京东被批保增长手段,用尽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除了负面新闻缠身以外, 京东的基本面也堪忧8月16日,披露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京东持续经营业务的净亏损, 额约未分析师预期的8倍,持续经营业务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约51%京东第二季度, 调整后,每股收益0.33元人民币分析,是预估0.70元人民币, 第二季度净营收12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2%低于分析师预估的1229.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创上市以来最低, 从经营数据来看,虽然有618促销但是二季度京东商品交易总额GMV增速却几乎同上季度时评, 显示出GMV增速乏力电商行业分析师李成东向全天候科技表示按照GAAP减则, 京东第二季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持续经营业务亏损, 主要是由三方面原因导致第一运营亏损,第二加大技术研发投入费用, 第三投资巨亏二季度京东研发投入大增约80%,虎旭网文章指出研发很重要, 但对这加年销售额数千亿的电商平台,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 生态布局再大的研发投入也是远水不解即可, 其认为京东的自营业务本身不赚钱,而且增长缓慢第三方卖家又不积极配合, 京东保增长的手段已基本用尽。